因此相当罕见的司法判例 新北市有名张姓男子 去年骑车到住家附近的超商买东西 出来之后呢 遭到警方以酒驾为理由进行酒册 不过呢 他认为当时自己头戴全罩式的安全帽 黑色的面罩也盖着 认为说警方没有办法 因此就判断他有没有喝酒 因此就拒绝酒册 当场呢 就遭到远警开单18万 并且吊销驾照 张姓男子不服提出上诉 法官最后认定 远警当下的确是难以辨识 张姓男子的面容 只能够主观的议测 因此判决撤销裁罚 酒驾玲珑人 谈杯胜路也逃不过远警阴眼 警方常在定点进行酒册 前年却遇上民众拒绝酒册 结果民众诉讼抗罚 新北市证明张姓男子 当天一早6点多 骑程机车到新北市戏指区的 一间超商购物 结束后准备以徒步方式返家 一出超商就遭警方拦下 还被要求实施酒册 张姓男子认为远警违反 隋经蓝亭拒绝酒册 因为他当时头戴全罩式安全帽 认为警方无从判断 他有没有喝酒 找来一点相似的安全帽 当时张姓男子就是头戴 这样的全罩式安全帽 但是面镜一拉下来 其实深色黑色的 其实看不见里面的面容 所以却遭警方质疑 你有酒驾的时候 让他非常不满 远警见张姓男子不配合蓝箭 当场举发重罚18万元罚还 吊售驾照 张姓男子不服提起诉讼 法庭上远警主张 当时正在巡逻 看见张姓男子眼睛很红 而且男子又说 前一晚有喝酒 甚至还散发酒气 合理怀疑有酒驾 但张姓男子表示 自己头戴全罩式安全帽 面镜也没有掀开 警方不可能判断眼睛很红 法官根据警方秘入其画面 确实看不见张姓男子的眼睛 认为警方是主官臆测 张男友喝酒 撤销裁罚 全案可上诉 在这种状况下 等同于法官或怀疑警察 所说的是否是真实的 没有掀起黑色面镜 成了法官撤销裁罚的关键 也让张姓男子拒绝 酒侧抗罚取得首胜 记者网上周仲林 新北报道